那就有个事情老想不明白 你说咱们的人类文明已经几千年了 尤其是在咱们古代的时候 为什么科技一直进步不了呢 就是你认为咱们以前在古代时候 这个科技进步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 今天看了一个小姑娘的评论 我觉得说的是太刀了 一样的把我心里面这么多年的一个疑惑给解了 其中点赞最高的回答是什么 如果说你能够调动十几万人修长城的话 你说你还会研发这个吊车吗 如果说你能调动这个一百万人去挖掘这个运河 你还会去开发这个挖掘机吗 如果你能每天安排十六个人十八个人 天天就跟你抬轿子 你觉得你还会去研发这个汽车吗 你就没有心思去研发汽车 因为已经有人能够伺候你了 再假设一下现在是夏天 你能安排宫女几十个宫女 把你家里面的所有家人给你负责扇扇子 你觉得你还会去研发这个电风扇吗 对吧 很有可能会把你带到这个壁鼠扇装 连扇扇子都不能扇 我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可用的这个资源 对吧 你觉得你还会去研发这个空调和扇子吗 所以说 这个词不能说 是对科技进步最大的阻力 比如说 在我们上下文明几千年之前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